大家早安 現在是早上五點四十分 對 我們等一下六點十五分要搭新幹線到秋天 我的聲音都還沒開嗓 對 所以我現在要到樓下去跟就是今天的負責人見面 我現在整個腦子都還沒有清醒 但是我們等一下到新幹線可能可以搭三個小時 我們會先到一個湖泊 然後滑獨木舟 對 等一下我們就會有一個briefing 然後就知道行政是怎麼樣 可是你知道五點多的東京還是很多人耶 就現在還沒有六點耶 人已經很多了 有點嚇一跳 我們現在在東京車站 然後等一下要搭新幹線 是我第一次搭新幹線 我超級期待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等另外一個部落客 跟他會面這樣子 對 然後這部落客好像是寫就是日本旅遊的 然後他本身好像是美國還是荷蘭人 然後我等一下再跟你們就是正式介紹 因為我們還沒知道他 對 然後大家六點半的心幹線 Chef? 嗨! 謝謝Chef! 我們上來新幹線 然後呢 我們自己整個是超級無敵高級的 就是商業的位置 就是我還可以就是開門什麼之類的 反正呢 就我們大概三小時之後 我們就會到秋天 去吧 超級美麗的景觀 超級美的 再凳好吃 凳凳的 凳蹬 要製腺 我們現在要在一個深山裡面的像是一個小小的神社 這邊就是完全沒有任何訊號 我真的覺得秋天真的超級無理美 就是美渣 然後我們每次拍一個景要拍100次 所以我們現在剛剛拍完走進鳥居的部分 然後我們接下來要拍就是往神社那邊走 對 超級美 在哪兒 我們現在要來到了 神的岩橋 這個橋 然後呢這邊呢 沙發是上游是個水壩 所以這邊就有點像是 有點像是緩和的那種 我不知道這叫什麼 超級無敵漂亮的 如果你們來這一代的話強烈建議 一定要來這一代看看 這邊的湖水 這邊的水超藍超清澈 然後後面有漂亮的好山好水 完全感受不到自己 就是 這邊的感覺好像去 美洲才會出現的景色 但是就是 日本有很多很多漂亮的地方 對 我們這一幕拍完之後 天就黑了 我們就晚上就收工 對啊所以 目前 秋天真的太美 太美太美了 我們終於抵達我們的 溫泉旅館 然後它這邊非常非常的簡單 然後很可愛 然後聽說這個是 當地政府在管轄的一家 旅館飯店 但是因為它又有公共澡 跟游泳池 大眾都可以進來這邊泡湯 它是一個 這樣子拉門 一進來呢是一個小小的 玄關 然後 冰箱什麼的很正常 這邊是廁所 小廁所 然後一個 出裝的洗手台 再來呢就是傳說中的 榻榻米房 超可愛的 然後它已經鋪好我的被子 超級無敵可愛 然後這邊也是很傳統的那種 日式拉門 就是小叮當組的那種 非常非常的傳統的一間 就是溫泉旅館 哇好可愛 它是泡茶組 好可愛 剛剛我泡完溫泉回來了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去泡 裸湯 我真的覺得太神奇了 還好我們這個旅館沒有很多人 要不然我會覺得我更尷尬 可是最尷尬的是我剛剛進去的時候 剛好都是今天第一次認識的 就同伙 就是小夥伴們 雖然有人可以講話 但是其實還蠻害羞的 對啊可是剛剛 它第一次泡完之後 像超舒服 我覺得我 我覺得我現在任何時候呢 我都可以秒睡 然後明天跟後天會繼續 就是要拍攝很多很多 就是秋天的景色 然後呢今天晚餐吃的定食 真的超級無敵的多 多到它還有兩個不同的甜點 然後我們都沒有人吃得下 兩種不同的甜點 所以 那個 廚房的那個廚師吧 我想還是老闆娘 我其實沒有問清楚 它還有另外幫我們一人打包 就是我們的 就是千層蛋糕回飯店吃 趁它有一點時間的時候 趕快來回一些E-mail啊 然後 你知道做一些網路上的工作 但是這邊的網路真的是慢到 就是我剛剛傳 E-mail還撐失敗 就至少有多莫的慢 所以我現在要來吃蛋糕 然後 看就是非常模糊的Youtube 就是每一個都像瑪利歐一樣 可是就是至少Youtube才跑得動 雖然像素不高 明天八點開始呢 又有一整天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我還是今天早點睡好了 我吃一吃然後休息一下 我就要來睡覺 Bye 明天見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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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